台灣燈會主燈科技兔十分受到歡迎之外 六座副燈和四大展區也有不少人潮觀賞 像是未來展區結合台北潮流文化及數位科技 將台北101北市副燈 著名建築物直接化身成作品 還有聲光滿點的重新啟動燈飾 外掛LED的六角形幾何圖騰 象徵著家的凝聚 室內動畫帶領民眾走進驚奇夢境 因為它裡面滿多結合台北的一些文物吧 像西門町或是101之類的 還滿特別的 我們一路從101走過來 然後沿路都看了好多好多好漂亮的裝飾 然後剛剛又到這個未來館 哇讚 真的很值得來 另外展區也擁有不少獨具創意的燈飾 除了當各位網美網率的背景外 也能有所互動 五彩繽紛的燈飾特色成為了最好拍的裝置儀術 是那個就是有一個韓國的偶像來台灣 然後還有跟那條蘿蔔燈就是合照 所以我就是有為了那個去看那一條街 我們今天是參加旅行社一日遊的來到這邊 然後我們是從竹南一行人過來這邊參加的 然後我們搭車搭到桃園的虎頭山 再來這邊 這邊是燈會 我們晚上就是要先走這邊的燈會 再過去國父紀念館 有時間的話還要到101去 盡量把所有的燈會都走遍 不曉得來得及嗎 所以我們有看到電視廣告覺得不錯 這次辦得很好 所以我們就大勞遠的跑過來 之前就是沒有來 在台北也沒有這麼大 剛好今年有這麼大的燈會 對 大家來看這樣子 因為像過去幾年都有台北燈節嘛 然後就沒有像這一次範圍那麼大 對 然後又有很多個大型的燈飾 就可能像主燈之外還有好幾個副燈 對 所以就覺得 然後又聽說結合了很多新興的科技 就覺得還滿特別的 就不像是以往傳統那種紙紮的花燈 就有很多是結合科技的 今年燈區橫跨全台北 讓不少人讚嘆 疫情前的熱情與歡樂再起 帶動燈會成功展出 想必也會在民眾的回憶中持續展演著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